一席一世界,一草一乾坤 葡草在赵庆编织艺人的手里 一挑一扯编出了赵庆地区的民俗风情 编出了浓郁的地方特色 也成就了精美的京度花席 广东印记带你走近赵庆 感受跳跃与指尖的花席编织技法 从石器时代起 席字就是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日常生活用品 只是那时的席字比现在的要粗糙许多 在没有空调风扇的年代 席字几乎是家家必备的纳粮神器 草席、竹席、唐席 因地域盛产的材料不同 席字的种类也多种多样 其中草席最为轻便柔软 能够吸汗透气 深受人们喜爱 而赵庆盛产的金度花席 更是凭借其编织技艺精湛 花纹繁多的特点而驰名中外 上世纪六十年代 国家主席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各国时 馈赠外国友人的特色礼品之一 就有金度花席 金度花席被本地人称为水草席 它是赵庆人靠水吃水的一个重要生计 明朝时期 葡草和其编织技艺从福建传入赵庆 知习所用的葡草 在中国许多地区均有种植 赵庆气候湿润 土地肥沃 十分适宜葡草的生长 特别是金度镇出产的葡草 细长柔韧 有赛龙须的美誉 用金度葡草编织的草席 不仅冬暖夏凉 而且平滑柔韧 一度成为当地居民的生活必需品 清代末期 国外颜料传入金度镇 村民用颜料 把枝席的葡草染成其他颜色 知习时 棋子形成各种图案和花纹 于是就称其为花席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 五颜六色的花席被视若真品 美观实用的金度花席 迅速风靡亚热带气候的地区及国家 到民国时期发展至巅峰 据高药县制记载 最盛时每年出口一百五十余万元 手工业之大 墨与伦比 花席的编细工序 这就是图案的文理 其实它的原理就是 在基础的文理 基础上改变方向 所以是一个横书 文理的交接 形成了一个图案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花席的编织工艺要求 不断提高 花席的品种和饰样 也越来越多 为适应市场需求 当地居民还将花席的编织记忆 进行改良 用以编织蒲包 蒲带等各种生活用品 提高了蒲草的实用性 同时还将各种不同图案的花席 陷入画框中 用以欣赏富有趣味 时代在发展 传统的手工艺品也在发展 今天金度花席带着时代的烙印 焕发出新的生机